各位觀眾大家好,我是日本律師商場祥武,歡迎收看我們的法律解釋節目。 這次我想解釋一下,在日本發生交通事故就是車禍時的作為受害者的兩個重要事情。 如果您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,請您特別注意第一,事故的證據,第二,地方保險公司提出的方案。 首先,第一項,關於事故的證據。 發生交通事故後,往往當事人之間發生說明事故的情況的矛盾。 典型的矛盾是信號的顏色。 最近很多人在車內設計了行車記錄器,就是Dashcam,或者是DriveLegoda。 行車記錄器的錄像,為證明事故的情況非常有用。 因此,我們建議大家盡量設計行車記錄器。 而且,請您盡量拍照或者錄下事故後的情況、雙方汽車的狀態、受傷的情況等等。 這些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另外,如果您參加警察的調查的話,我們建議您確認警察寫的書面的內容。 第二項,關於對方保險公司提出的方案。 關於怎樣計算損害賠償的金額呢? 對方保險公司使用的標準有時候跟日本法院使用的標準不一樣。 因此,如果您不注意地跟對方保險公司達成賠償損害的協議, 有可能您不能得到公平的金額。 所以,在這種情況下,我們建議您找陸續確認一下對方保險公司提出的方案。 那麼,這次講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再見。